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与专业相机相比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毕竟手机的图像传感器还是太小了 俗话说 数码相机抵达一级压死人 那么如何让手机拥有专业相机的拍摄质量呢? 新成立的英国公司Alice Camera正式加入了M43画幅阵营 不过他们打算开发的新相机呢 并不是类似于奥林巴斯和松下这样的可换镜头无反相机 而是类似于以前索尼推出的QX10和QX100 这类通过智能手机操控的相机 这款相机通过智能手机的屏幕进行取景回放 相机背面手机夹能夹着手机固定起来 相机顶部右上角有波轮和实体快门按钮 同时相机右侧有符合人体工学的手柄设计 此前索尼和永诺公司都有类似的产品 但都已被证明不能被市场所接受 因此呢这款相机是否具有竞争力还存有疑问 当然介于目前智能手机 赏无能力将摄像头做成M43画幅的尺寸 因此这款相机呢在画质上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相机呢将于今年2月份正式发售 最终零售价呢为750英镑 自从索尼发布A1以后呢 尼康身上的压力就越来越重 三大相机巨头佳能索尼尼康 就剩下尼康还没有发布一款 像样的旗舰级无反相机了 据外媒爆料 尼康将会在2021年推出多款新品 其中尼康将会在上半年发布定位 略低于Z50的APS-C残伏无反相机 Z30 在下半年呢会发布Z9或者Z8相机 该款8K视频相机有望采用 6000万像素全画幅图像传感器 美国著名的媒体评论家 Tony Northrup和他的太太Chelsea 最近把索尼A1和佳能的R5放在一起 进行了实战对比测试 他们发现至少在对焦方面 R5占了优势 在拍摄人像时 R5每张都准确到红膜上 而A1经常对到眼睫毛上 在拍摄动物时 他们选取了难度很高的场景 黑毛加上黑眼睛 R5动物眼控对焦明显胜出 A1经常失焦 在拍摄野生动物时 R5鸟类眼部对焦再次完胜 A1经常不能捕捉到鸟的眼睛导致肺片 A1虽然标称每秒30张 实际因为对焦关系 在面对飞鸟的时候 实际上只有14到15张 不如R5的每秒20张 在拍摄运动时 捕捉一面跑来的人 A1连拍速度下降明显 实际速度低于R5 更致命的是 人物靠近时 A1经常对焦到人物前面 几乎都是肺片 而R5 每张都能精确捕捉到人物眼睛 在拍摄高速行驶汽车时 A1只有每秒8张 R5每秒达到12到14张 R5连拍速度超过A1高达50%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点击下面的链接 观看他们post在YouTube上的视频 我们在12月26日的摄影快报里 报道了美国篮球巨星 胡人队的詹姆斯 未经允许使用了自己的照片 被摄影师告上了法庭 索赔15万美元 据Petal Pixel 2月5日报道 詹姆斯与摄影师Mitchell达成了和解 至于如何私下和解 恐怕詹姆斯还是赔了一些钱 对于詹姆斯来说 这种情况无疑是最有效的解决方式 毕竟目前NBA联赛在一个密封的场馆里 如果詹姆斯选择打官司 或许会耽误之后的比赛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搜索工具 特别适合摄影爱好者 Same Energy 是一款基于人工智能的视觉搜索引擎 可谓浏览视觉相似的照片 提供快速简单的体验 这个网站是由加拿大开发人员 雅各布Jackson所创建的 你可以通过提供一个或多个关键词 上传删除照片 或点击主页上的特色照片来开始 每次单击照片时都会进行新搜索 并且新结果将在几秒钟内填满整个屏幕 除了点击屏幕上的任何照片 你还可以右键单击 以擦看任何较大尺寸的照片 并显示更多信息和选项 包括名称 来源页面 保存搜索 并隐藏 杰克逊说 他的搜索引擎 以深度学习 也就是Deep Learning 为核心 目前索引了Reddit Instagram和Pinterest上共享的1900多万张照片 据日经新闻报道 由于市场缩小 尼康将关闭日本国内两家相机镜头工厂 3月末尼康准备关闭生产数码相机可换镜头的 长井工厂和惠金工厂 可换镜头 在日本国内生产将集中在栗木县大田园市的工厂 8月份 尼康将关闭子公司的两家工厂 尼康将在日本和泰国两地生产可换镜头 在国内以高级型号为主 通过工厂集约提高生产效率 镜头分单反相机和无反相机两种 都将继续生产 尼康数码相机的国内生产已经终结 以后将在泰国生产 尼康正在快速的进行生产体制调整 我们期待尼康公司能够扭亏为盈 恢复元气 作为冷战时期有史以来第一批 也是最全面的稀有文物的一部分 一部分隐蔽相机于2月13日拍卖 许多物品直接来自纽约的克格勃博物馆 据朱利安拍卖行称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克格勃特有间谍设备 和来自冷战的真实克格勃文物的产品 这次拍卖包括400多件拍品 例如秘密操作相机 反情报探测器 摩尔斯电码机 飞机雷达 录音机和政府正式文件 这是一个戒指相机 这是一台间谍相机 该相机隐藏在衣服下面 镜头通过假按钮操作 操作员使用快门释放机构 克格勃特工使用这台相机 在秘密任务中捕捉照片 相机被绑在腰部并穿过领带 该领带的光学器件被透明的领带夹隐藏 您如何报道不允许摄影师参加了活动 上个月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就职典礼 就有很多摄影机器人参加拍摄活动 总部位于英国尼康拥有的公司MRMC 多年来一直在设计和生产摄影机器人 他们的摄影机器人可以放在相机吊舱里 然后吊舱可以放置在摄影师无法安全使用的地方 自去年全球爆发大流行以来 他们的远程相机吊舱已经遍布各地 近日据外媒报道 MRMC推出一款名为Polycam的电动相机机器人 支持使动图像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来追踪运动员的动作 将运动员时刻保持在画面的中央 完全不需要人工摄影师的操作 也不需要远空控制等其他方式 尽管现在市面上已经出现了多款移动追踪摄像系统 能够自动跟踪摄影中的对象 但这些系统仍需要在拍摄目标身上放置发射器或传感器 而Polycam不需要有任何多余的硬件 就能够追踪演讲者、运动员以及娱乐明星 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算法能够对视频进行分析 追踪台上台下的各种活动 然后完美呈现在镜头里 因而在这一领域 Polycam可谓是一大突破 2月5日 美国旧金山摄影师Ben和Masa在完成一个地产项目的拍摄后 驱车回家 在准备进入80号洲际公路时遇到堵车 此刻一辆黑色本田车下来一人 快速砸开他们的后车窗 抢走里头的摄影包 等夫妻两发现时劫匪以扬长而去 后面一辆汽车的行车记录仪完整拍下了抢劫过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1827人慷慨地向他们捐中了总计7811美元 超出了4500美元的捐款目标 这次节目又近尾声了 假如您喜欢这个频道 请点击右下角的订阅 再点击喜欢 假如您不喜欢这个频道 也点击不喜欢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 日前由索尼主办的世界摄影大赛已经揭晓 下面就让我们欣赏获奖作品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